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劉秀英局長 及我們多位的市議員 還有很多位的產業界的 以及學術界的領導代表 及我們最支持我們北京特色州的 高雄的里長 以及貴賓鄉親 大家好 再次感謝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們北京特色州也舉辦了九連 當然特別要感謝的是北京的 我們的老師好小吃 以及工藝大師 還有表演人員精采的表演 很辛苦 讓我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我們高雄各位社區以及我們所有的鄉親 熱烈的參與 讓我們這九連來的特色州 辦得有聲有色 也讓大家掌目相看 這是我們的特色 雖然今年疫情的關係啊 我們在這裡啊 用視頻啊 兩岸的慶祝元宵節 同時也互相 祝賀新年快樂 但是 我們對於大家堅持的兩岸一家親 以及我們共同的努力的發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啊 永遠不變 是不是 對 再來要感謝我們很多的媒體朋友們 兩岸的媒體朋友們 在這九連來啊 很詳細的報導 報導我們北京特色州每一年的精彩的活動都記錄在裡面 所以剛剛你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放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環走過的路啊 必留下痕跡啊 我想這是最好的見證 兩岸互相社區的往來 這個是值得大家珍惜的 最後我在這裡啊 特別要感謝兩岸的媒體朋友 很辛苦的這樣的再次的奉獻 希望今天啊 北京特色州在高雄 民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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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2021年 2021年 我們是2011年開始的 我老是還 停留在2011年 那沒關係 這樣我們比較年輕 拍手一下 因為我不復勞 所以這個 在延宵之前 大家快樂一下 祝福 今年是牛年 祝福大家 牛年行大運 扭轉乾坤 疫情早日結束 大家健康快樂 合家平安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榮祐領事長 為我們獻上的祝福 以及致詞 以及致詞 當然剛剛我們的領事長